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什么好玩好吃的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出发吧 终于到阿里山国家森林优乐区了 刚在嘉义平地的时候 还有二十几度就一上来 就变成十三度 虽然是平日 但是车子也是蛮多的 来到阿里山车站 准备要搭车了 这里是售票处前面的大广场 今天天气有一点雾 好像不是很好 今天天气 到了早坪車站 他這邊會有一個建議步行的路線 如果想要來阿里山的真的推薦可以平日來 因為三四月是櫻花季 所以他假日的車草都有管制 在好像66k的話你就必須要換接火車上來 這樣感覺會超級久 而且平日真的比較少人 像我們剛剛搭火車幾乎完全沒有人耶 從早坪車站走過來這邊 經過阿里山賓館之後 旁邊是整片滿滿的樹林 早坪車站這附近的好像都是人工鄰居多 要到神木車站那邊才是真正的神木 山裡面都有雲霧繞 超級漂亮的 再要去的地方是姊妹坦 這個姊妹坦的故事聽說是之前山上有一對姊妹 他們因為同時愛上了一個男人 但是又不想要傷害手術之情 所以兩個都分別頭坦自盡了 就變成姊坦跟妹坦了 從早坪車站首先會到的地方是這個妹坦 比較小一點 然後再來往這邊走 會有一個環坦站道 再往前走應該就是姊坦了 現在來到這個就是姊坦 這個是原始相機大小中的姊坦 真的超級大的 大概是妹坦的一倍之大 姊妹坦去完之後要去壽正宮 姊妹坦附近有這個永結童心 它是兩株老塊木的樹頭 強妙的連接在一起 未有情人在此見證永恆不滅的愛情 酷喔 從姊妹坦走下來這邊就是壽正宮了 但她現在在整修當中 壽正宮旁邊有這個香檸服務區 就會賣一些吃的 但現在可能因為是下午 所以吃的都關了 壽正宮走下來會有兩邊 我們現在要往右邊去走 然後右邊就有一個很大塊的紅塊 現在是我跟紅塊當比例吃 就知道多大了 這顆巨無霸 不知道是什麼 剛剛走的地方就是巨木群站道 這裡好像就是神怡流鋪了 這不是畫質不好 是真的這麼的霧 現在要從巨木群站道2 走到神怡車站 長度大概是600公尺 到神怡車站下車之後就會看到這個神怡遺跡 這個是阿里山的八景之一 是3000年的神怡 所以坐車到這裡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不然很容易就錯過了 這裡有阿里山八景的標誌 然後再過來這裡 就是阿里山博物館跟香陵國小 它好像是海拔最高的國小喔 在阿里山博物館前面的地上 就有這些指標 就是往什麼地方的指標 剛剛都沒有發現很難注意到 現在要去三代目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個是香陵國小 它是全台海拔最高的國小 它的標高有2195公尺 超級高的 現在來到的地方是三塊木 在香陵國小的下面 它的橫躺是它的第一代 它第一代樹林大概1500年之後 枯死之後過了幾百年之後 因為有一些水分又有葉子 又形成了第二代 然後之後又形成了第三代 非常神奇 從三代目之後 要往出口走的話 還有1050公尺 回家囉 這一顆就是所謂的櫻王 櫻王現在在櫻花季 不是應該要長得像左邊這樣嗎 阿怎麼會這樣 我以為的櫻王 我看到的櫻王 可能是因為我們四月初櫻花季剛好快結束了 真可惜 阿里山賓館 步道走上來 還好還有一點點的櫻花 我們終於快走到出口了 我們終於快走到出口了 最後是從這個 生枝道走出來的 然後再往下就是有客中心了 所以其實阿里山要走也不是很長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是一整天的話是夠的啦 掰掰 Seven的櫻花都比裡面的還那麼多 在Seven看就好 現在來這個達官獻草吃晚餐 在阿里山下一點點路過突然決定要進來這裡吃的 我們點的是這個雙人共享餐壁 然後把三葵豆腐換成黃燒豆腐 這裡有套餐還有一些單點的推選擇 這一道是薑片茶油漆 我看每一桌都有點 然後再來是高麗菜 還有筍子湯 它連這個薑片都是用茶油去炸的 跟雞腿一起炸的非常入味 吃起來超級驚豔 所以去的話一定要吃吃看 在我的添加坡 在哪些西語裡 肚子湯 亨物